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越小时多的时间 所以我看起来还是越来越多了 对啊 赶快去排 坐缆车 走 桌山名列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 山顶如桌面般的平坦 像是用刀削苹果 它独特的外形 因此被比喻为上帝的餐桌 搭乘缆车是登上桌山最快的方法 桌山的缆车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 一次能够乘坐40到60个人 用过8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到达了山顶 一定到了 我们到了桌山顶了 这个山有海拔1086公尺 所以上到这边好像感觉有点冷 桌山当它起屋的时候 就很像在桌山上 是铺盖了一层桌巾 可外的漂亮 因为关于桌山之云 据说第一个发现韩国中的人 叫做范汉克夫 当时他登上桌山 就到了这个大石头 坐了下来 在那边抽起了烟斗看风景 那当时有一位老先生经过 上前跟他攀谈了几句 并且跟他要这烟斗来抽 所以两个人抽着抽着 这个老先生突然心情很好 告诉他 其实他真正身份是一个恶魔 而且他还自吹自擂 说自己抽烟斗的这个技术 最后是比这个范汉克斯还要来得好 两个人就争吵得起来 也是决定要来一场抽烟斗比赛 就抽着抽着呢 就整个桌山都充满这个烟斗的烟 因此有了这个故事之后 当地人只要看到桌山起屋了 就说一定是这两位 开始比赛抽烟斗了 看到桌山起屋虽然很漂亮 也代表你不能上山 没有这余物聊到的时候 这缆车才可以行驶 游客才可以上山 桌山上丰富的生态 也许吸引游客的地方 胖 跑掉了啦 看到这小动物真的是受不了 太可爱 都很想要跟它玩一玩 这种说它像兔子 却又有点像土博鼠的 可爱小动物 就叫做盐兔 你知道吗 它的勤气就很大 所以你说刚刚那个就是小只的盐兔 所以大盐兔大概有多大吗 不只啊 它是很大 勤气真的很大 少来 最好是盐兔会长到那么大 你所谓的亲戚是什么 因为它亲戚就是 其实正确一点的说法 应该说这两种动物的DNA 非常相近 天气好的时候 常能看到这种 茫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 一动也不动的 摊在岩石上享受温暖的阳光 由于当局对生态保育非常重视 人们对盐兔非常友善 最常能看到游客们与可爱小动物 近距离接触的有趣画面 刚刚上山看到有一个地方在卖咖啡 就很想买 我想说光景也卖咖啡应该都很贵 没想到一杯竟然只卖十几块而已了 对 其实算是蛮便宜的 而且重点是好喝 这边东西并没有想象中 我们发觉到 好像他有攀岩成长的那种 对 等一下 你们在干嘛 我们不是要准备去攀岩吗 不是啦 我们那个原来还有行程 我们的时间很赶 没有 我们不是还有两个小时吗 那知道我们下山 光是等着缆车 大家花了一个小时多的时间 对 那么现在呢 就赶紧去搭缆车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地方想去 走吧 往山顶下鸟看 马上印证了开普敦 的确是环绕着桌山 而兴建的一座城序 时而云雾缭绕 时而波云渐日 周末不定的变化 为这个绝世奇景 蒙上了一层神命的灭纱